2018年對華航是一個新的里程碑 我們在整個北美洛杉磯這邊 有請做了一個很大的投入 我們在Antaria從3月25號開始 我們用最新的波音777 執行了每天一班的服務 那麼洛杉磯這邊也維持了 還有每天一班的晚班 那Antaria是五班 但是現在我們都已經把班表 Pol到GTS 售價也都在銷售 所以市場上都已經宣告了 那我們非常高興市場旅客的反應都非常有要 那這些也給我們很大的信心 那我們對於這樣的改變 一個想法一個觀念 事實上都是基於提供給旅客最好的服務 這個來著眼 所以我們飛行Ontario 非常明顯的會提供給旅客 更大更方便性 尤其在東邊東北邊 那麼廣大的旅客要到台灣 或者金轉 香港曼谷中南部 東東都可以 那這些就是給旅客最好的承諾 也希望各位旅客能夠一起來支持 訴求這樣的產品 所以我們在洛杉磯晚上的進出時間 這個產品 是讓它還可以提供更多的精準台灣到東南亞 東北亞大陸都可以 對於Ontario這邊主要三四行前的客人 所以這樣兩個產品的搭配 有客人需要 乖點 飛Ontario到台北 來吃個晚餐 睡覺 或者下午過來 那中午還可以跟這邊的 Ontario這附近的家人 還有可以晚上還有晚餐 所以這個是客群市場的不同 但是洛杉磯跟Ontario的搭配 是完美的組合 對於客人的選擇 你都可以 可以配合你的需要 去做好的安排 開始我們有很吸引力 有很優惠的促銷 確實 但不是說 因為Ontario比較不好 就要低一點 不是 是因為它剛進入這個市場 也要讓旅客能夠知道 這個消息 體驗 所以你們如果去 去比對的話 你可以發現 像我們現在是一個好時機 請各位旅客趕快搶在這個時候 去體驗幫Ontario的服務 我們現在的價錢 絕對可以看得到 八折以上 非常優惠的吸引的價錢 但不是以後都會比較低 這是剛開始到一月底 以前 你來體驗 然後來開票 定位 那麼會可以享受到 二十幾%的Op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實機 多謝 通交給 感谢观看